点 也会增强 我们的抵抗力 下一张 然后还有舒缓 精神紧张 下一张 让你头脑更清晰 然后也会燃烧掉身体的 油脂通常会藏土的地方 下一张 所以点 今天除了吃海带以外 我们有些盐加的点 其实都是不自然的 所以为什么要回归到海盐 盐盐这些 也是让我们身体能够有 好的可以吸收的点 下一张 葛森的第二个特色低蛋白 去除掉低蛋白的时候 大量的纳就会涌现出来 下一张 低蛋白又会 其实刺激美丽系统 所以为什么病人一开始的时候 不能吃很多的高蛋白的 这些东西 下一张 布鲁斯 可是没有用钻石 但是有时候病人在使用钻石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这些效果 下一张 这些都是有基础研究的 福德医师 他也在实验室用动物的时候 发现了 蛋白子限制的时候 会吃击免疫率 下一张 然后呢 地马有可以杀菌 又可以出虫 又可以排毒 下一张 卡丽牙医师把自己的胰脏癌 最难治疗的胰脏癌 至少他也是完全用营养素 他用非常大量的酵素 然后病人有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形态要使用不同的营养素 下一张 所以医师认为他只有四到八个礼拜可以活 但是他多活了三十多年 下一张 一张酵素 这又在证实说 我们为什么知道癌症病人的消化系统 完全功能被迫害了 下一张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时候 你治愈神经跟养蟹代谢形态的时候 它会影响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不是每个病人都应该吃素果的 有些人吃进去的时候 他的素果其实对他是酸性 凯利医师自己发现 他给他老婆吃素的时候 他的老婆的病情是越来越恶化 他临死之前的愿望就是吃点肉 所以他给他牛肉汤 喝了牛肉汤以后 他就可以做起来 吃点牛肉片子以后 他第二天就怕麻烧了 所以他老婆的表现 就让他认为说 所有的疾病都应该吃素的 这种理论完全滑解 他必须去找出来那个理论基础 这就是他发明代谢形态 临时的因缘下一章 所以这个台湾也有人在做太谢形态的确信 下一章 那其实阿裕配偶在讲三情体情的时候 是跟西匹的三种怎样 配胎血是有连结的 内配外配还有中配就是这三个 OK 这是阿裕配偶的 所以中西医里面还有母精的医学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融合的 只是大家用的名称不一样 大家都认为是我一国你一国 其实语言是共通的 下一章 所以后来有些人用了线体 更把连体细分成八型甚至十型 下一章 OK 知道了 比较多嘴 都吃饱了吗 我还没有吃 没关系 所以营养素非常重要 因为跟你的代谢形态也都有关系 下一章 这个是发现更多这些精细的理论 连体如何去操作的下一章 所以他二十五年的时候 也发现血液跟这些食物是有关系的 但是他跟自然医学大打抹的是 完全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但是他所有的都是血液血清里面的 这些数据 下一章 所以血型跟过敏也是有关系的 下一章 这是大打抹所讲的 也有不同的血外 下一章 这就是四型的过敏 非常非常重要 癌症病人一定要忌口 就是因为跟食物过敏 有四型 我们通常检测的只有两型 还有两型都没有检测到 下一章 所以买蛋面粉 确计要忌口 我是买蛋面粉 几乎都不吃了 我有没有发现到改变 有 我整天五十五岁了 不用睡五觉 我只要回去那些东西 我会打个睡 一天可以睡六个墙 就够了 下一章 有跟我不出外旅行的人 就知道 我这堆的炒 那里两个都不够 比我还年轻 不耐炒 下一章 所以啊 奶蛋面粉切记 要记 那不是我们的食物 特别是奶 跟面粉 下一章 最后我要跟你讲 为什么小唐重要 就是这个人教我的 他花了三个小时 告诉我 他怎样治疗癌症的 他十八岁的时候 就发现了治疗的方法 他老爸得了骨髓癌 很痛 他想要治疗他 但是呢 他不是医学院的学生 他就去找说 哪一个地方 最 身体里面最不会长癌 心脏跟小肠 对不对 结果 他发现小肠里面 有很多免疫细胞 他把那个免疫细胞 拿出来 一个免疫细胞 在那里的免疫细胞 可以杀死好多的免疫细胞 但是 脾胀的其他的 都没有什么活性 所以 为什么 要忌口 因为你忌口 每天都把你小肠里面 最精锐的免疫细胞 全部干掉 等到你有一天消化 不好的时候 你要旧的时候 你已经没什么本钱了 了解吗 你要吝啬 唯一要吝啬的 就不要把你小肠的 派尔斯板的免疫细胞 那些 免疫的干细胞 给花卉掉 下一张 这个派尔斯板 里面有素骨细胞 很多人现在在治疗癌症 用素骨细胞 他没最多 那你的小肠 下一张 另外 还有身心的疗法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医师 治疗癌症 完全不用药 治疗过两万年 七八成都有效 下一张 他就是汗末 就是他 我刚才错了 七八成 就是13%的 我要告诉你 他发现的 他是用X光 发现脑部 只要有创伤的时候 血液的循环就会缩减 他就会看到阴影 刚才我讲过烟碱酸 对不对 他是用身心疗法 但是烟碱酸也会扩充血管 我现在要开始跟你讲 如何去整合治疗癌症 你从这些不同的人的理论的时候 他的片段把它截取 然后完整的时候 他不用药 但是有些人 你跟他用讲的 他没有办法转念 但是你可以用营养素 有同样的效果的时候 让他的血管 那样打通 他的B色的脑部 会开放 开放的时候 他才能够 怎样去转念 了解吗 所以治疗 可以从肉体 也可以从心灵下去 你在心灵那边 受到主抗的时候 可以从肉体 你从肉体 有问题的时候 要去解决情绪 心灵性上的问题 下一章 所以 他就是从自己 得到搞完癌的时候 把自己给治疗好的地方 起步的 下一章 所以 得癌是有个性的 下一章 护育 也有帮助护育的个性 这些都有经过怎样 研究的 所以你要去 怎样 运用到这些数据 运用到这些方法 下一章 他也创造了一个系统 我几乎把我所有的学员 生下来的十几个小孩子 通通鼓励他们进入华德系统 因为零到七岁的时候 他们会鼓励他们 去做肢体的运动 让他们脑部的脑细胞连结更 尝密 所以他的脑力到最后面的时候 会比一般人更强 所以美国企业很喜欢 用华德乌系统毕业的人 因为他们很会解决 生活上还有工作上的问题 下一章 他认为癌症是一种自我开启的过程 所以你要去转变 转变你的人生 下一章 然后Hippocrates也讲过 你要学会治疗你的疾病 食物 运动 环境 水 睡觉 沐浴 按摩 都是休息是治病最好的方法 刚才讲睡眠要最好 这个过了几千年都还是真烈 我们就是不听话 自认为聪明 下一章 我最后要讲的 我刚才已经请很多人站起来 其实能量医学学会 只是在一个开启的过程 希望能够整合出这些不同的资料 克林哈赫就用以下这个图案 下一章 这就把身心灵分成五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下一章 这五阶层就是这样子 你要学习整合医学 如果让它更快上手的时候 就透过这五阶层 然后每个阶层都有不同的疗法 你在这种阶层选出一些治疗的方法的时候 病人它的进展会更神速 下一章 病人之所以生病人 其实都是因为不平衡 下一章 这四个要素 最上面的那一层把它抛开 因为是你跟上天的关系 以下四层就是这四层 你在这四层都有治疗的方法 这病人提升会很快 你只有单用一层生化的时候 你就会碰到瓶颈 然后你就要往更深层 这也是我跟光流体系合作 叫他们整合医学 我是从美国两个整合医学大师那边 学习到这些东西 希望能够为台湾留下来更基础的 更完整的整合医学的教育 下一章 假如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跟能量医学学会 或其他你们自己各有会去反应 我们希望今天这一次的大会 很高兴看到那么多同号 聚集在这一堂 这一个大厅里面 我们希望将来呢 这整合医学的教育 还有自然医学的教育呢 更蓬勃 可以让我们自我疗愈 不用去动到健保 用那些副作用很高的 这些西医来治疗自己 抱歉 单位大家的时间 希望我们下午精彩的 这些所有演讲 大家会留下来 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共度 下午的时光 谢谢